乌克兰在取得美国最新援助之后 频繁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俄罗斯重要目标 在5月23日 乌克兰对位于顿涅茨克州的摩斯皮涅发动空袭 乌克兰无人机全程记录了这一幕 在无人机的视角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树林间的平原上 有多辆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的发射车和雷达车 俄罗斯的防空导弹依次升空发射 看起来是已经侦测到了乌克兰导弹来袭 试图发射导弹进行拦截 从视频中可以清晰的看到 画面中至少有三台发射车 先后发射了五枚防空导弹 其中两枚发射车各发射两枚导弹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 紧接着乌克兰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抵达战场 极出炸弹爆炸 爆炸范围覆盖数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 可以清晰的看到 俄罗斯的导弹发射车被极数炸弹命中 之后发生极其剧烈的迅爆 爆炸就像烟火一样充斥了整个画面 无人机并没有就此离开 并拍摄了事后的画面 可以看到战场上是浓烟滚滚 到处都是残骸 这个时候一辆俄罗斯卡车紧急行驶过来 试图挽救士兵的生命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确认 在这次袭击中至少有两台S-400导弹发射车被击毁 一台96L-6E雷达被摧毁 还有一台55K-6E指挥中心被摧毁 我们来看事后俄罗斯军队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出现的第一个残骸就是S-400的导弹发射车 可以看到发射架仍然处于升起的状态 然而这样一个发射车已经不再是发射车了 它已经变身成了烧烤架 整个车体烧成残渣 而在第二个画面中出现的应该是雷达车 可以看到火焰仍然在熊熊燃烧 这次可以说是人证物证俱在 又一次证明了S-400防空导弹 根本没有办法拦截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 2023年社交媒体诈骗损失竟然高达27亿美元 诈骗者常利用假身份入侵账户 推动虚假投资机会 在信息时代几乎人人都要上网 可是浏览网络信息就会暴露你的私人信息 使你成为网络犯罪的目标 尤其是在进行敏感信息搜索时 你的活动更容易被追踪 对隐私安全构成威胁 很多公司通过分析您的搜索历史和通信数据 来推送定向广告或用于其他商业目的 因此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尤为重要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无痕浏览并不能保证个人信息的安全 一样会被窃取和泄露 借助Surfshark VPN的军事级加密技术 您就可以阻挡病毒、木马和其他恶意软件 保障网络活动安全 Surfshark的双重VPN功能 通过连接两个服务器进行双重数据加密 增加安全层级 根据独立顾问的评测 Surfshark VPN凭借其卓越了安全特性和性价比 荣获2023年最佳VPN服务 如果您希望为网络安全加把锁 不妨试用Surfshark VPN通过专属优惠码 TSSF订购可想独家优惠价格和额外4个月的服务 只需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保证您的数据安全 30天内如有不满可无理由退款 让Surfshark VPN成为您的可靠网络守护者吧 S400先后竟然发射了5枚防空导弹 依然被准确命中 可是我们知道 美国的ATACMS是美国的武器库中射程最短 速度最慢的弹道导弹了 目前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不过300公里 末端速度最大也就是3马赫左右 而且它是90年代才服役使用的 而美国马上就要服役的PRSM精准打击导弹 最短射程在500公里 不同型号版本能达到1000公里以上 无论是速度性能还是精准度都获得巨大提升 让我惊讶的是 在这次袭击之中 俄罗斯竟然将多辆发射车和雷达车指挥中心摆到了一起 乌克兰只需要一枚导弹就能将S400家族一窝全端了 理论上来说 S400防空系统一般都有8部以上的发射车 至少两台雷达车和一台控制指挥中心所组成 发射车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分散部署 这样就算被敌人发现被摧毁 你损失的只不过是一台发射车而已 而这次从无人机拍摄画面可以清晰看到 在树林间的平原上 俄罗斯至少部署了三台发射车 一台雷达和一台控制指挥中心 这简直就成了乌克兰的完美的靶子 看到这个情形不发射导弹 我心里都说不过去 在过去半个月时间里 乌克兰频频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点名前线附近的S400阵地 我们来看路透社这篇报道 在4月下旬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詹科夫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摧毁了4个S400导弹发射器 3个雷达战还有其他设备 我们再来看美国杂志新闻周刊的这篇报道 表示在4月23日和4月26日 乌克兰分别摧毁了多套S400发射系统 在5月6日乌克兰在加布罗的地区 又一次摧毁了俄罗斯的S400发射系统 可以看到近期乌克兰的打击目标 重点就是S400 这其实是深有原因的 主要就是在为F16战斗机的到来做准备 我们来看基辅邮报的这篇新闻 里面写到第一名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完成培训 在几周之内就可以执行战斗任务 早在2023年10月 一小批乌克兰飞行员就被选中 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空军基地进行集中训练 据说首批飞行员大概有10至12人 他们之前有驾驶米格29或者苏尔西战斗机的经验 拥有一定的英语水平 而英国则负责对F16战斗机的技师进行培训 首次培训于去年8月份就开始了 在今年3月份毕业 英国皇家空军声明表示 数十名乌克兰飞机技术人员正在接受工程方面的英语培训 使得他们能够参与联军的训练和支持 而荷兰国防部也在5月21日宣布 已完成首批10名乌克兰地勤人员的培训 美国国民警卫队空军发言人汉尼根近期发表评论 预计F16战斗机首次战斗架次可能在6月或者7月进行 乌克兰近期加强了对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打击 目的正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对F16战斗机的探测以及攻击能力 我们来看《新闻周刊》这篇发表于5月22日的报道 表示乌克兰使用至少6枚ATACMS命中俄罗斯使用的通信中心 该中心有空间观测站使用的无线电天线 F16的到来对乌克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20日对路透社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使用了300架飞机 我们至少需要120至130架飞机在空中才能进行抵抗 目前乌克兰空军计划从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 接收至少60多架的F16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的到来将能够帮助乌克兰夺回自己天空的制空权 但是我认为不要指望F16的到来能够一转乾坤 完全扭转战场上的局势 F16战斗机是一款性能不错的武器 但和陆地上的鲍尔坦克M1战车一样 它也有会被击落的时候 乌克兰获得的这批F16战斗机是从北欧国家刚刚退役的 这些战斗机在90年代都进行过了BLM升级 雷达航电设备性能大幅提升 更换了任务计算机和头盔显示器 具备了发射AIM-120中程空溜空导弹的能力 但这些战斗机并不是F16的最新版本F16V 其各方面性能来说和目前台湾所装备的F16V没有办法相比 F16战斗机对战场最大的贡献 就是不让俄罗斯取得战区的制空权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俄罗斯在阿夫妻夫卡等方向上取得一定突破 除了乌克兰炮火不足 战场上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就是 俄罗斯出动大量苏-34压嘴兽战斗轰炸机 发射FAB-1500滑翔制导炸弹 这些精确制导炸弹对乌克兰前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但这些精确制导炸弹本身没有动力 只能依靠华强组建飞行 它的射程也就在几十公里至一百公里左右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苏-34战斗机 如果要执行轰炸任务 它距离前线的距离小于一百公里 而F16战斗机的出现 就可以给俄罗斯空军带来极大挑战 俄罗斯空军将不再有机会频频飞底前线 大量投掷精确制导炸弹 这对于乌克兰陆军来说至关重要 能够帮助乌克兰更好建立防线 应对陆地上的进攻 我们目前不太清楚 乌克兰将装备哪一种AIM-120空对空导弹 不过如果是最新型号 它的射程能够达到160至180公里 这就意味着乌克兰战斗机 可以在自己的领空内相对安全的地区 攻击俄罗斯的战斗机 而对F16战斗机威胁最大的 正是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在乌克兰战争中 S-400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 在拦截3马赫左右的陆军战术导弹时 成效不大 但面对速度只有1马赫 体积也更大的F16战斗机来说 S-400导弹还是具有一定的威胁的 不过乌克兰当然也有反制手段 除了陆军战术导弹以外 乌克兰空军还配备了哈姆反辐射导弹 可以在100公里左右的距离上 寻找并摧毁敌方的雷达目标 看起来乌克兰距离使用F16战斗机已经不远了 F16战斗机到底能给乌克兰带来什么样的战局变化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子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